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我听他妈难为他了 希望他以前经历的以后不要再经历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拿着充分了 嗯 绝了 所以给他计算祝他一路平安 不管能不能卖掉我们就要给他计算 丁丁丁为两万块钱多少 护为切了 丁丁关键换了 还换了两个妹 出去做大事故 终于要卖掉这台 这时候是吗 我们这台叙利亚战腿买的 东南地产三终于要卖了 这可能是我们开他的最后一次 哪年上来 应该是2017年的 哎呀 完了 故障又来了 我们要跟后面的车说声对不起了 What 现在这个变速箱是有故障的 现在要靠边停车了 我们现在已经双扇打开了 希望还特别堵 这个时候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恶奇 它得吸鼓直进启动 因为变速箱它现在是结合不上 动力会中断 对 A few minutes later 还好后来没有提提我 好 我们走吧 就是不知道这个CVT 现在出了什么情况 特别的蹊跷 因为这个变速箱 它也换过也不止一次的修过 然后这个车是2007年上牌的 目前是18万17千公里左右 其实开的也是比较凶的 因为这台车我们一直作为一个公车在用 大家平时的用量也比较大 就是为什么是战损办呢 因为我们这台车偶尔要拉一些那种货 可能也跟我们去过一些非常恶劣的情况 那种拉很多货 然后再拉一车连这种情况都有 这况确实有点差 对 然后我们在开出来之前 光清理它那个垃圾 又花了半个多小时 而且就是 对基础的清理 那个车内还有很多 当的地方破轮的地方 大大小小的问题太多了 果然供车就没人爱惜 看看在我们这台供的车里能发现什么 有没有比较好玩的东西 一看这个就挺有年费的 都是钱 我每次做这个也要花不少钱的 我用电费为宝 你看这个还挺新的 这是花钱买的 比如说想找东西找不到 然后不找它又跳出来了 或者车里有很多 看是不是足够脏 这是谁的写上圈吗 这是我们对客户做的一个东西 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真他妈难为他 希望他以前经历的以后不要再经历 我们都平安 所以给他计算做他一路平安 不管能不能卖掉我们要给他计算 一路一路平安 下一车主不管是谁啊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拉的崩溃了 举了 当然这台车怎么开了那么几年下来呢 在中间也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故 有一次也是被连缓追悟 然后夹击在中间的一个情况 也修了好多天 在修完之后 它的发动机声音就感觉越来越大 然后每次出力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吼声 就感觉它意见比较大的这样子感觉 这个变速箱感觉它像是一个玩戟 在起步的时候就大滑或者是连进不上 巧的时候比如说转速掉的高一点 那么可能起步就起来了 那么如果是前面有一个车 或者是你要稍微缓缓速 然后油没松一松 第二回道比如说一千左右的转速 它马上就会跳一个齿轮出来 你就先猜了 就是动力再连进不上了 那么你就现在必须要持续重启 然后我们也听那个维修的师傅说 这样的一个故障大概几百块钱 好像换一个什么什么元件 可能就能解决的 但是从我们来讲的话 这个车也不太想修了 修的次数太多了 然后我们平常用车的频率也比较高 这样一个车放在这里感觉就是 跟一个雷一样 比如说我们出去办事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把你放在路上 可是我是遇到过一次 把我放在路上了 这个材质其实很潦草 你非常潦草 类似于那种纸壳的材质 真的很敷衍这个车 什么品质啊 你像任务任务给你干了这么多年 到最后了还得给你吧 依次我是被拖着拖走的 电子腰坏了 其他的同事可能也有这种不同的情况出现 在这当时多少钱卖了 应该是八万四千 八还是四千九 当时是客户抵债 提给我们这样一台车 购置顺利家的保险 就是得抵到个十万多 现在大概能买多少个 我们上周也去找了两家去评估了一下 有一家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公价 他说有人输一万五 就可以大胆地去购了 但是他不收这个车 说我们车用的确实有点 还有这种事儿 然后第二家他给出的一个 大致的一个情况是两万块钱 但是他没有去看车 他说等我们确定卖的时候 然后他再去看车 我觉得能差不多卖个一万多块钱 我觉得就得接受吧 卖掉这个车之后准备换什么车 我们还是挑一台二手车 然后空间稍微大一点 然后主要稍微省心一点点 其实耐用省心和进口的十年以上的德系车 这几个关联词有关系吗 有一点点关系 那天我们一直偶遇 偶遇到这台下落 我觉得挺好的 如果下落的坑 天天就是下落 对 也考虑过图案 感觉图案太小了 我最担心的就是维修 而且他还是一个进口的车 对 我现在不是很了解这块东西 我相信我们跟着下落 可能会自己的修车的技能 或者是对车的了解可能会更加深一点 其实这台车算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乳子牛一样的这样一个车 其实他让我印象最深刻 能给到我们最温暖的那样一个时候 是什么呢 是去很远一个地方做搭建 大概一车五个人 这么小一台车一台SUV 我们挤在里面 四五个人换着开这台车 每人开一段然后到后面睡觉 当天的通勤的这样一个距离 可能大概在700到800公里 然后没出现什么问题 一个创意的初期一样的 就是我们这台车跟着我们一起 就这样奔命 就在那样一个时刻 带着那么多人 那一刻我觉得 还是要非常感谢他 然后要说最比较寒兴的这样一个时刻呢 就是这个变速箱的情况 带来的后续的一些 让我不爽的这个地方 有一次我在高速上走走停停 这样的一个拥堵的一个路况 让人一直在出盘 因为你一旦停下来 然后后面的时候 就要滴滴你 就要滴滴你 虽然车速买 但是你感觉还是非常不舒服 但是我觉得这个变速箱 真的是很错很差 包括这两年它出现这个问题 的次数上来有一个屏幕 前段时间我自己开车去拍摄 然后再回来的路上 它出现了三次 在高架上有两次 然后再下车库的时候有一次 它就是变速箱要故障 然后没有动力了 在高架上的时候 你会感觉就是你会影响到别人 就是想尽快的让它动起来 就是挺紧张的 麻烦自己还无所谓 比如说自己叫个拖车也不所谓 就是特别是在下班的高空气 影响到整个的其他人的通行的效率 本来就很糟糕的交通 我就觉得这个车就挺不利地的 包括我昨天在车库 好像起了四五次 麦克风的小轮 你觉得温暖的 或者是一噪音的时刻 我们小罗就是 上次被夹击的一个对象 对 你得好好聊聊 这在你手上出了几次事故 一次吗 两次 两次 一次是后挡摩玻璃睡觉 就我们地下车库 有一个车位 它的上方是有一堵墙的 只倒到了车位上 差不多三分之二 就听了碰一声 还有一次就是我在高架上 即将下高架的口子 我前面两辆车紧急刹车 我就没来得及 因为我已经要下去了 开的并不是很快 但是前方两辆车紧刹车 导致我追尾 然后我后面的也是紧跟着我 然后四车连撞 我属于第三辆 反正我受到了两次的冲击 胸口长不过心的那种感觉 车头冒烟了 气囊没爆 这样爆了好像当时保险说 也是能直接报废的 还导致我们现在才有了现在的这个故事 下一台工作车可能要变成 真正的哲学朗 不是朗议是下朗 期待吗 蛮期待的 我记得是有六座和七座的版本 对是七座的 第一最期待就是这七座车得多爽 首先空间上是肯定很爽的 而且就是我们装货 包括像那种牌子 终于不用伸到主驾驶了 有时候我们开这个车 放个长一点的板子 我们头头的都可以 我觉得换朗子这方法 就可能会好一点 他居然还要用朗子老板 哈哈哈 今天要跟朗子说声抱歉了 十年老婆对不起 哈哈哈 小小的小小的使用一下 到了二层收拾 开始检测吧 检测完毕看能卖多少 七千块钱吧差不多 就是你这个边生想坏了 边生想坏了 就要花五六千块钱 他们说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能不能休啊 你后微切了 比方关价换了 还换了两个妹 在我妹子里面这就属于多大事故 这个车就是花钱 偷玩弄玩偷美好卖差不多两万块钱 买不到什么价 而且这个车鼓励数也比较大 八万鼓励 你可以其他的就问问 给的比我们还低 或者是跟我们差不多 他能给到八千九千 能给你加一遍加一遍就收了 也无所谓了 每天的价格基本上就是这个价格 怎么办 六千块钱把它卖了 还开走 先开走吧 六七千不是太低了吗 嗯 有点太累了 车房车车有点太差了 价格确实给的也不高 那这个车就拿了一个过不了万了 过不了万了 天呐 一万身去砍 我们先开过去吧 问问修变速器多少钱 如果合适 我们就先修一下 如果实在不合适 那开掉吧 好吧 很失望 走又走不了了 车里买两圈走不了了 突然就得死在二圈身上了 绝了 走